然後這隻遊戲也是Obsidian幫人製作的 Obsidian其實就好像RPG界的PATNAM遊戲 專門幫人代工的 這個Obsidian加了Ubisoft South Park is the state of truth 其實不用多說 其實大家的範圍裡面應該已經有了吧 這隻遊戲其實呢 就很有South Park自己的風格 是有他一種自己獨特的搞笑 還有他一種自己獨特的小孩子超能力 你可以說他是幻想也可以 你可以說他是真的也可以 什麼都可以 那這次小孩子是假裝一個 假裝中世紀的力險 那就去找回那隻真言之象 中文是這樣譯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官方譯法 因為這遊戲本身沒有中文的 是非常之惡搞 非常之幽默的 那這隻The Fractured But Whole 其實就更加令人期待 終於他有推出的時間 之前延期了又延期了這樣 那這遊戲也是一隻Obsidian做 但是小數Bug比較少的遊戲 除了是有輕微的彈遊戲問題之外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重要的Bug的 那但是他也是一隻Ubisoft 而又少有是沒有Bug的遊戲 OK 我覺得很搞笑 Ubisoft是歐洲的遊戲界大廠 OK Obsidian是一間整獨立製作遊戲的RPG公司 OK Obsidian做的遊戲有Bug是眾所周知 但Ubisoft做的遊戲有Bug是眾所周知 這是一個相應成趣的搞笑 OK 然後就到Wazeland 2 我竟然還沒進入Bug Wazeland 2 Director's Cut 那這隻也是 Kickstart 神話三巨頭的其中之三 OK 其實最差的就是這隻 那因為他那個風格已經 其實沒什麼人喜歡 因為 Wazeland其實是一隻什麼遊戲來的呢 其實Wazeland所謂的第一集 是一隻很舊很舊很舊的遊戲來的 那有多舊呢 舊到呢 是你用DOS玩的 不 DOS的遊戲其實都可以很多色彩的 OK 因為金融群合轉其實都是DOS的遊戲來的 以前 但是 這隻遊戲在DOS得來呢 跟昨晚的畫面差不多了 那些畫面 基本上是沒有UI 那是一隻這麼舊的遊戲 那但是呢 它是第一隻 核戰之後 末日絕世 的RPGM來的 那也都啟發了之後的Fallout 還有現在很多 例如Metro啊 諸如此類的 末日絕世的經典題材 那這隻Wazeland 2呢 就是很多很多很多年之後呢 終於呢 是Kickstart做出來 你會見到啦 Enexio 我跟你說就算Enexio 就算 真的可以 就算真的 就算真的可以 即是Kickstart 他的ideaOK 他都只不過是Kickstart神話作 三巨頭之三 就是最廢的那隻 他無論做什麼遊戲都 即他無論是創意上 無論他是 抄舊路上 無論他是幫人做續作也好 什麼差也好 他不會夠人來的 不知道這家公司呢 是 以拉命的了 沒辦法了 OK 因為你看到Divinity的那些 那麼厲害 Peters of Vinnity的那些 那麼厲害 你是超越不到的 但是算 算 不要提到那些東西 那Wazeland 2呢 那就 連繫大家去回Wazeland 1的那個背景 那就是Wazeland 2的時候 開始一個重新的故事 那你就是一個 那一個的Desert Ranger 不是 你跟你那一班朋友 都是Desert Ranger 因為你可以自創四個角色 那你那整班朋友呢 就一起呢 就去這個Wazeland那裡冒險 其實呢 你就一定會分工合作的了 就是 一個人是 負責hack電腦 一個人就負責駕駡 一個人負責炸開一些東西 一個人負責開鎖 一個人負責補血 一個人就負責近戰 諸如此類 那 然後呢 幾個人呢 就一起呢 好像XCOM這樣 一遇到敵人之後 就會立刻 停下 然後逐個逐個回合 那樣玩 還有掩體系統 和不同的武器 的精準程度 散射 諸如此類 是好像戰棋那樣玩的 OK 但是這遊戲呢 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因為它在 Tutorial完了之後呢 其實是一個 Open World的世界呢 你可以自由探索 還有呢 你去到不同的地方呢 是會招募到不同的隊友 而且呢 不同的隊友呢 是會帶你發展到不同的故事的 那 而你 其實有些隊友呢 你只要 選了那條路呢 你就是永遠都招募不到的了 那所以呢 也都可以衍生出 你是玩二週目 或者甚至三週目呢 去試不同隊友的組合 或者試不同隊友的能力的組合 OK 那這遊戲 就跟之前那三 三巨頭三隻呢 其實都已經去完 Xbox One和PS4的了 那主機的朋友其實都玩到的 那但是電腦當然是最便宜啦 那只不過是低鍵54元而已 我相信 就是碟板呢 無論如何都不能夠減到這麼低的 當然PSN和Xbox Live都不可能減到這麼低啦 那其實PC一定是最便宜的 那這遊戲雖然是三巨頭的最尾 但是它有它自己的可玩性 因為它可以試的隊友的combination呢 和可以試的武器的裝備的選擇呢 其實實在太多了 對 你本身Pilots of Videlity只有四個隊友 你Divinity Original Scene呢 也只有四個隊友 它這遊戲呢 是可以有七個隊友的 七個隊友再配搭不同的能力和不同的武器呢 你搭到想死都還沒搭完 OK 除非你看一個很詳盡的攻略啦 有些人寫了呢 他們試了很多的combination之後呢 覺得認為這樣為之最好呢 所以才能出來了 它每一關都有幾種的過的方法 因應不同的隊友或者角色不同的能力 是去開展的 所以呢 其實是一個 挺豐富的遊戲來的 所以呢 既然這麼便宜的情況之下呢 記得買回來試一試 啊 然後我這裡按了 原來我這裡按了 先關掉 然後就 不須多說啦 其實呢 RPG來說呢 我還有兩隻 那其實去年呢 不是送了一隻給大家的 送了一隻給一位朋友啦 那今年它又便宜了 啊 去年又二百多元 是抵掉的嘛 那今年它一百多元 對不對 啊 這一隻遊戲呢 The Witcher 3 WOW Hunt 就應該不須多跟大家講啦 啊 那其實 是一隻做得非常之好的RPG 那理所當然啦 OK 那但是 其實這隻RPG本身做得好 不是最重要的一樣東西來的 是它那個 Expansion做得好 OK 那因為 嗯 其實它作為一個game的三部曲呢 你可以說呢 你的背 你那個 故事的結局呢 無論是怎樣寫 那些人都不會滿意的了 OK 怎樣寫的那些人都不會滿意的了 就好像 Final Fantasy Nightning Return 1 2 3 那個結局無論怎樣寫的那些人都不會滿意的了 就好像Mars Effect那樣 它雖然很明顯是Fuck up了 就是我覺得它本身是因為 那個結局呢 跟之前的遊戲的選擇實在太過沒有關係 那所以它的結局是完全Fuck up了 OK 那但是 就算無論怎樣寫都好啦 作者都是這樣說的啦 無論怎樣寫都好啦 都是沒有人會喜歡的 OK 明白的 明白的 那吸取了這項教訓之後 作為 Base Game裡面呢 它的結局呢 是跟隨它 這遊戲正在玩的時候的選擇來做 那這樣就不成問題 但是始終都不能夠圓滿 那但是Mars Effect3呢 就最後一個DLC呢 就給了一個很好的啟示 之後的所有的開發者 OK 就是它做了一個叫做Citadel的DLC 大家記得嗎 Mars Effect有一個叫做Citadel的DLC 其實呢 Mars Effect3呢 所有的DLC那個故事呢 都是設在 最終一戰之前的 那 無論你是玩什麼DLC都好 都是預設你玩完之後 就再去打最終最後一戰 但是呢 很多Mars Effect的人呢 都會無視了這個事實 就當Citadel 這個最後的歡聚 其實是 就是最終一戰之後 的事 就是 大家難得這麼開心 可以仔細一堂 隨手在一起 整個系列的角色 如果未死的話 已經在一起了 對不對 最後拍一張大合照 完了這件事 它是成功地 拯救了一個 隨死的Fanchise 如果沒有它的話呢 其實Mars Effect 是永遠都不會圓滿的 而Burt and Wine 就最好 最後做了這件事 Burt and Wine呢 帶了Garroll 即是去一個全新的世界 認識到一些全新的人 因為他之前的所有的情愛 所有的政治 所有的人物關係 是沒有了 那麼他去到一個全新的地方 全新的地圖 很大的地圖 重新再去開展他的自己的冒險 打一些新的怪物 見到一些新的朋友 遇到一些新的敵人 那再捲入一些新的政治鬥爭 那最後 最後 發生什麼事呢 最後他領不到 最後他領不到 即他和大領導大家 一起領不到一些新的東西 他坐下 和他的好朋友 一起 因為其實Vitcher 其實沒有必要去殺一些 有智慧的生命 那麼吸血鬼雖然是怪物 但是他是有智慧的生命 如果吸血鬼 不是傷害到人類的話 其實他是不用殺的 那Burt and Wine很明顯就是 一個追獵吸血鬼 題材的expansion 主角其實有他自己的內心掙扎在裡面 那他的朋友呢 本身也是一隻吸血鬼 他最後坐下 和他的朋友一起 喝一口酒 遠然一笑 望著鏡頭 遠然一笑 攀上去那個鏡頭 拍著一個 滿月的月亮 在這個 海面上面 布滿銀光 然後出一個Logo 就和Mars Effect City 裡面 所有的teammate 坐在一間屋裡面 共聚一堂 拍一張全家福一樣 有儀曲同工之妙 OK 這樣就完成了一個 最完美的三部曲 即是你那個結局 你自己Base Game的時候 玩你Fuck up了 什麼賊都好 不要緊的 你只要最後這裡 他看著鏡頭 軟然一笑 大家看一看 月亮 和Garald 共著一杯 唉 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 哪有 找不到一種 更加好的感受 OK 接著就是 Tales of Berseria 那 不知道為什麼呢 在講完這個這麼感人的結局之後呢 那我又會講這個 日系的RPG 但是日系的RPG呢 都不能夠忽視 尤其是這隻Tales of Berseria 當然啦 那當然我個人都很喜歡P5 但P5是不會出在PC 也不會有可能出現在Steam Sales裡面 對不對 但是Tales of Berseria 可以的OK 基本上呢 你喜歡Tales of Berseria 的系列 或者你喜歡JRPG 本身呢 其實你已經是買硬 或者是應該買了的了 但是就算你不喜歡Tales of Berseria 或者你不喜歡入色的RPG 都沒有所謂的 都麻煩你去買一買OK 那其實Tales of Berseria 是很難找到實體碟的了 尤其是是中文的話 即是英文都很難找的了 日文就看看有沒有人放二手那些 真的很艱難 如果不是的話你就要去PSN 吃正價四百多元的 但是你在Steam Sales的時候 難得它可以做到特價 那你當然要買玩玩玩啦 Tales of Berseria 無論在戰鬥劇情 人物描寫的所有東西 都給之前的Tales of Tales of Berseria是好很多的 Tales of Berseria是 是系列之詞來的OK 那大家記得呢 這隻呢 你看一下減到這麼便宜你就知道OK 那大家記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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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買Tales of Berseria來玩 人家不減這麼便宜是有他們自己的原因的 因為你說很多次 好賣東西是不需要減這麼便宜的 那今天 Tales 神經病 不是Tales of Berseria介紹 不是Tales of Berseria介紹 是今天整個Steam Sales的 介紹呢 就去到這裡 那我們明天再看看其他遊戲 大家有些 有沒有什麼其他遊戲想我講 或者其他類型的遊戲想我講呢 其實我已經按定些了 OK 那但是不要緊 那都多謝大家所看 記得按讚、訂閱和留言 我們明天的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